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它的一个矫正装置的函数 就是我们现在讲一下写的这函数 它这个函数它有个特点 就是我们这个KC已经不包括在里面了 KC在前面设计100的时候 已经把KC包括到100里面去了 所以在原来的增益矫正的系统上 你在加这个传统函数的时候就发现了 它的低品增益是零分贝 所以它不改变刚才你得到的那个低品的部分的增益 所以我们在前面增益矫正的时候 已经保证了它的静态速度无差系数是100 所以涉及到这个传统函数以后 它能够保证它的静态速度无差系数是不变的 现在我们再来回想一下 就是你怎么算出这个矫正装置的 一开始我们选了一个希望的增益传业频率 就是50因为它要求45 我们比它稍微大一点点 然后根据这个样的副脚 我们就决定了 到底我们要脚针装置 要提供多少超前脚 然后根据这个提供的超前脚 然后再来算 应该获取什么样的T值和RR值 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在计算过程里面 我没有利用到副值的任何条件 所以这里就有问题了 那么将来这个50作为正经团队能不能保证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计算过程里面呢 没有做任何的计算或者验算 来保证你的Omc等于50 再加上我们在计算里面也可能什么地方选择数啊 因为有些自由度嘛 所以将来到底这个系统到底完全符合要求 还是不完全符合要求 所以我们就必须做一些检查 所以在初步设计完了以后 总要做一些检查 所以现在我们就对这个系统来做一次搅合 看到是不是符合要求 那么这是正于矫正的系统 我们就画出了它的波特图 下面我们就把矫正装置的波特图 也画在这个图上的 因为实际上我们得到的系统 就是这个蓝的虚线和这个红的点花线的叠加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曲线加到一起 就得到了经过矫正后的系统的波特图 那这个波特图实际上也就是 这两寒数存在一起所得到的开环传天数的频率特性 那么这个图形画出了以后 下面你就检查了 看它的穿越频率到底是多少 那么这个穿越频率所对应的向脚到底是多少 看是不是符合要求 因为低频部分基本不用检查了 刚才我说了 我们的设计因为前面是一加αTS除一加TS 所以它总是满足低频的要求的 因为它没有改变原来的低频部分 所以我们就算算看 根据渐渐算出来的话 Ωgdc等于63 我们设计图设计是50 现在63 实际上它是移动的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对前面我们计算的时候 没有用复制调节来保证复制曲线 在Ωgdc等于50的时候穿过Ωg轴 但现在的向脚算出来差不多31度 这还是满足要求的 尽管它在于创业频率向右移动了一点点 那现在还能满足要求 那么它为什么能满足要求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加了五多到十度 就这个原因 你在当初设计的时候 有时候不能判断 将来在于创业频率是不是你所希望的那个值 它可能为所偏移 那如果往右往偏移呢 那实际上辅交就不够了 因此你必须有一点附加量 所以这个附加量实际上就也取决于你对这个图形的未来的估计 就是如果你能估计到它这个图形偏移多少 你这个确定是多加一点还是少加一点 所以实际计算将来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 说你估计不足加少了 加少了现在可能就不够了 不过也没关系 因为你回去把这个角度稍微改一下 然后再重新运算一下 就会得到结果 那这是今天一天得到的结果 我们先看看 用精确曲线 就是你用Metalab画一曲线 然后测量一下 看它的值是多少 这个现在Omc是多少呢 是54 相较37度 所以想这个问题 涉及到这儿 就应该是满足要求了 它的第一频部分 中矿频部分都已经满足要求了 下面我们这个问题再做一些进一步的讨论 就我们一般设计的时候 都是用它的折线频率特性来进行较章的 因为折线频率特性和它的精确频率特性肯定是有差别的 那么差别多大呢 影响不影响我们将来的计算 在刚才的例子里面发现了 差别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 它两个曲线做个比较 看看 这里这条蓝的线是增益矫正了以后 它的辅质曲线 我们现在不考虑它 看看这条红线 这条红线就是经过动态矫正以后 所得到的精确的增幅和频率的曲线 增益和频率的曲线 那么这条折线呢就是刚才我们设计过程用的这条线 大家可以看出这个红线和黑线之间它是有差别的 有些地方可能差别还不小 像这地方它差别还比较大 但它有的地方大有的地方小 那我们设计时最关心的什么东西呢 我们设计时最关心的就是它和Omega轴相交的这部分 所以实际上我们所关心的就是这一部分 你看这一部分它相差并不太大 当我们设计多了你就发现了 在我们的大部分的设计结果中 就是凡是和Omega轴相交的这部分 它差别都不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折线计算来进行计算 一般不会造成很大的误差 一般情况就是你只要前面的参数选择合适 这时候的所谓它跟折线和经线计算之间的差别 都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们将来设计的时候 基本都是用折线计算来计算 因为折线计算它可以看得比较明白 而且画起来比较容易 现在我们看看它在这些响应 就是在设计之前和设计之后的这些响应 大家画响应必须它所有的参数都有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是矫正前 实现是指增一矫正之后 在动态矫正之前那个曲线和动态矫正之后曲线的比较 这是加了一百了 但没做其他任何修正它的曲线 我们说这个系统是临界稳定的 实际上它是接近稳定的 因为我们是用的折线曲线 所以差一点点 现在看这些曲线它确实震荡得很强了 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才能稳定下来 所以这样的系统是不适合工作的 那现在我们看看它矫正以后的情况 那么这个曲线为什么正当那么强烈呢 大家已经想出来了 因为这个它的系统是接近于稳定 就是处于接近于临界稳定的状态 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讨论 看这为什么正当那么厉害 那这就是它的极点 因为它有三个极点 一个极点是-109 还有的共有极点是-0.39 正复接30 所以大家一看这个极点位置就知道了 它非常靠近去走 它的虚步很大 实步很小 所以它自然相当强烈 衰章缓慢 而经过矫正之后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红线的效果明显的也比蓝线好很多 就是它经过一个抄条之后 然后比较快的接近你所希望的文态曲 但是从波特昨天讲 就是我们改善了它的相交余度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极点的角度来讨论讨论 看这为什么那么好 它现在有四个极点 因为我们进行了矫正以后 系统接四增加了 它一定共有极点是-23.47 正复接62 那明显的 这一个共有极点 比动态矫正前的共有极点的位置更理想 它具有比较好的z大值 就是阻力系数 所以它的衰减就比较快 所以震荡就不那么强烈 那么再看看 这个极点 这个极点很远 所以我们这个极点的考虑和这个极点的考虑 差不多 都是可以基本不得活力 但现在是四个极点 又多了一个极点 这个极点在哪呢 -17.27 这个是离许多比较近的 所以实际上它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主角极点所起的作用 但是比较好的是这里面还有个零点 就是我们设计下的零点 所以这个极点和这个零点的位置比较靠近 所以这个第四个极点的作用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被这个零点的作用抵扰掉了 所以这个系统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系统 也就是我们用这一对极点来考虑系统的兴致 是比较符合这个世界系统的特性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设计的步骤简单的总结一下 同样我们写明了这一程序也是仅供参考 因为这里面毕竟还有很多是你自由选择的东西 所以你必须对这个设计方法设计原理有比较好的理解 你才能够选择这一参数 这一般情况下 就你要画波德图总是希望知道它的争议 如果它没有给你争议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必须根据它的性态无大技术 来确定一下看现在它的争议应该多少 一旦有了争议 所以我们就可以对增益矫正后的系统画出它的波德图 求出它的稳定性余度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然后我们就跟这个稳定性余度 跟你希望的稳定性余度进行比较 看到底差多少 这同时也估计一下 你大概用什么样的矫正装置来进行设计 当然你这个矫正装置的算数可能在什么样的范围之内 然后我们就确定了 就是你这个矫正装置到底要提供多大的超前脚 但在提供超前脚的过程里面我们要注意 就是因为将来你可能不能保证你所希望的增益穿越频率 所以一般都要增加五度到十度来进行计算 所以这也是一个经验 就是经过大量的例题 大量的问题的计算 得出了一个规律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计算 就是你这个α值是多少 有了α值以后 前面我们计算 实际上数t的值 那么α和矫正装置能提供的最大的超前脚 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式子来表示 而这个t取决于什么东西呢 就取决于你希望将来的增益穿越频率在什么地方 就是你要把你这个最大的超前脚 加在希望的增益穿越频率这个位置上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两个公式来进行计算 那话说回来了 那这样的是不是一定要加在这呢 也不是一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你这个地方加的负药比较大的话 就是装偏了一点点 还是有可能 像你说希望的增益穿越频率上 达到足够的相较于多的 当然了 我们这么做是比较简单 就是这样的最大限度的利用 你的超前脚所提供的超前脚 好 然后我们对脚弹后的系统做出检查 看到的各项指标是不是符合要求 而且我们可以做一些实验响应 然后对系统做一些讨论 因为实际上有些指标显得很合理的 可能实验响应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一下 是不是把当初给的那些频率的指标 做一些简单的修改 然后使它的实验响应更好 当然这就是比较进一步的要求了 我们一般要求就是给你的频率指标 你是不是都已经满足了 那只要满足了 这个设计就算完成了 这就是关于用波测途径设计的一个简单的步骤 但这里面我们注意 在很多地方 你的选择都是有自由度的 比如这里面到底增加多少负用量 你是有自由度的 所以我们那些都是五度加十度 不是说你不可以再多加一点 因为如果你感到设计没有困难 你可以再多加一点 你多加一点将来可能调节的起来就比较方便 也许比较更容易满足你的要求 像这些地方 时间长寿的选举也都是有一点的自由度的 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些最后的检查 下面我们在从概念上讨论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频率特性 一般有两个主要特性 一个是波测图 还有一个内奎斯图 所以我们现在看看 如果用内奎斯图讨论这个超天矫正装置 看看我们有什么样的结果 不过这个内奎斯图画起来比较困难 它上面频率的值一般都没有标点 所以计算起来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这里面我们不讲怎么用内奎斯图进行设计 我们只是分析一下 就是用内奎斯图的时候 那么它矫正装置的优点体现在什么地方 怎么能看出来的 好了我们就采用这样的矫正装置 我们之所以这里不写成一个KC 就是因为我们要分析这种系数的关系 我们想改变一些参数再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看零形系统 零形系统的Nexus图是这样的 因为它是零形系统 所以当Om70的时候 它是某一个实数 但一般系统都是分母皆次比分子皆次高的 所以当Om7无穷的时候 一般都取得零 觉得里面具体的这个曲线形象怎么样 往往取决系统的0.7点的布局 所以我们这里画的是个示意图 现在我们对它类似性矫正 我们加一个什么矫正装置呢 就是KC没有附加的值 K4等于1 那K4等于1对这个传统函数而言 它的低频就是缩小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矫正后的曲线 画出大概就是这样的 就是它的低频 应该缩小的原来的二二分之一 那么这一类以后 我们会看出来 就是这一段呢 因为缩小了 所以将来它的稳态精度就可能会变差 因为它静态速度误差系数变小了 或静态误差系数变小了 所以它的各个静态误差系数都会变小 所以如果这是你讨论它的稳态误差的话 发现稳态误差可能会变大 所以显然这是一个不太理想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假如我们现在把K4加大一点 加到等于2法 那就是再来看看现在的矫正后曲线怎么样呢 因为这时候的低频部分呢 它没有衰减 但这个时候发现它的中央比部分的曲线变化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得出什么结论呢 那你看看单位员吧 看单位员和这个红线 一些虚然线的焦点就发现了 这个时候实际上它的增益余度在下降 所以这个静态系统的就这个缺点 就是你这个增益加小了吧 它地面不好 你加高了吧 它中央比较不好 所以怎么加都不太合适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结论就是 对于零线系统 一般我们不用超前矫正装置来进行矫正 因为它怎么做效果都不是特别好 当然我也补充了一句 那除非这个对象呢 本来这个增益余度就非常高 或者说它的静态无差其数就非常大 这话也说回来了 那既然它本来已经非常好了 你就别矫正了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结论就是基本上 不用超前矫正装置来矫正零线系统 那我们再看看一线系统 一线系统矫正的效果就非常明显 这个图刷就很容易清楚地看出来 它改进了什么地方 那么这是原来没有矫正的next图 那么矫正了以后呢 变成这个形状 所以这是你看它的相较余度明显的增加了 那么这一地方低频的曲线仍然去无穷 所以它的无差系数也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就得深结论就是对一些以上的系统 我们经常是用超前矫正装置来改善它的稳定余度 使得系统具有比较好的动态特性 好 这就是我们第二节 关于超前矫正装置所讨论的内容 所以我们超前矫正装置讨论这些内容 一开始我们讲了 这个超前矫正装置传地函数是什么样的 我们通过一个电路得出了这个传地函数 当得出电路的传地函数以后 我们就不再考虑这个电路了 我们认为所有符合这种传地函数特性的 那么都是超前矫正装置 然后我们就分析它的零几点的关系 与它的波动图 从这里面看看 就是它究竟通过什么样的原理来使系统的性能变好的 就是它怎么能够让更过激烊左方移动 或者怎么能够提高系统的相较余度 也怎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系统的文态精度 然后我们就用各国的方法和波动的方法 分别进行的设计 而对这两个方法 我们一开始讲 就是它到底为什么能够让系统性能变好 所以我们在举两个例题之前 举几个例题之前 先讲了一些它的原理用图形来表示 这个图形对大家还是很重要 就如果你脑子里面总是有这种清晰的图形的概念 下面你选择参数 或者是考虑怎么进行设计 就会比较容易一点 如果没有这个清晰的图形概念 只能下面的计算 你就感到不那么清楚 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个问题的概念掌握清楚 然后再来去进行计算 创新角度的装置讲完了 那下面我们就讲之后角度的装置 那我们的讲法还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把这个传田数都出来 然后看看这个传田数它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它怎么能够改善系统的某些特性的 然后我们再分别用更维地方法和波多数的方法来讲解 怎么在这两个工具上都进行设计 好的 一开始我们先给一个电路 那这个电路就算起来就更简单了 因为它两个分压嘛 那么这是一个电阻 这是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串联 所以我们就算它的分压比 所以就是它的传田函数 那么上面是R2CS加1 下面是R1加R2乘CS加1 所以看这两个实验常数 这两个实验常数肯定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一个是用R2乘C 还有一个是R1加R再乘C 所以数字不一样 所以我们让R2C等于T 然后就得到另外一个系数 这个系数什么东西呢 是R1加R2除R 所以这是一个大于一的数 所以我们就是选贝太大于一 那这一类以后 我们就得到一个普通的传田数 那么就是上面是1加TS 后面是1加βTS 看这个形式 好像跟前面的超前差不太多 其实不一样 所以说它的分子分母的实验常数的大小 位置不一样 在超前的时候 分子上的实验常数比较大 而在之后的时候 它分母上的实验常数比较大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个形式我们也可以写成零点和极点的形式 所以就是它的零点就是负T分之一 而极点是负贝太T分之一 那下面我们就看看 它有什么特性 我们先看看它的零几点的位置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对于这样的传田数 我们把它的零几点画出来 是这样的 这好像也是一个几点 也是一个零点 但这个时候的几点零点的位置 和以前讲的超前的零点几点的位置正好相反 这个地方是它的几点 这个地方是它的零点 那从我们考虑吧 看它的根部有什么影响 它的影响无非就是这个角度 但这个角度有什么东西呢 应该是这个角度在减去这个角度 所以减太多它是负的 所以知后矫正装置加在系统的位置以后 那对于你所指定的变幻基点 它的辅交的贡献是负的 所以我们把它说它产生一个知后的角度 那好了我们想两个角度考虑 超前矫正装置能够让根轨机向左方移动 因为它提供一个正的角度 那现在提供一个负的角度 那是不是就向右方移动 如果从零几点角度也可以考虑 实际上零几点两个起的作用它不太一样 是极点起的作用大 零点起的作用小 那么既然极点起的作用大 是不是根部也向右方移动 所以说这个知后角度到目前为止 就到道尔分下它看不出的有什么好处了 因为它是让根国机向右方移动的 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 所以实际上将来设计的时候你就考虑了 如果来减少这个运想 它要向根国机向右方移动 你的想法设法让它少移动一点点 至于其他的特性 我们现在暂时看不出来 有什么好处 暂时看不出来 那我们就看别的图 看波的图 根据这个传奇奇言术 我们可以把它的波的图画出来 你看这地方 当频率很低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零的时候 它的算力是零分倍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画出曲线 它是这样的 是复制曲线 所以这个复制曲线 也跟朝鲜的不一样 那么对应的 我们也能把它的相调曲线画出来 是这样的 所以可以看出来 这地方也是一个之后角度 那同样我们也强谈一下 就是这个之后角度 和刚才说的零几年布局讨论之后角度 在数值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对系统的影响是不好的 就是如果你这个实际层选择不合适 那这部分正好放在原来系统的中平部分 那系统特性肯定是要变坏的 也就是我们将来设计的时候 肯定不希望把这个相交最大的部分 装在原来系统里面的中高品的部分 特别是中平部分 那么既然如此它还有什么优点呢 那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复制曲线 它像一个低通流不起 它的低频的东西都通过去了 但高频的会做一些衰减 低频部分如果传说的比较好的话 一般来讲对它的稳态响应都会有一定的好处 所以这是初步从清华传说的角度来进行考虑 但是它毕竟这里面有一个之后角 而且这个系统里面相交还是有一点之后的 就不管你装的什么地方 那对各部分都是有一点影响的 就有的地方影响大 有的地方影响小 所以因为这个之后的影响 结果使系统的顺带响应变差 特别是它会变得很缓慢 下面我们接着看 就刚才我们说了 就是如果这个频率对应的频率 正好相当于原来系统的中平部分的话 这个系统性肯定是不好的 所以将来我就避免这一点 就是你选择T的时候 要想法设法 让这一点避开它的中平 避开中平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必须 这样就是把时间称为挪一挪 挪到什么地方去 一般是这样 是把它挪到它的低频部分 这个频率所对应的 差不多是系统的低频部分 这样它不在中平部分 所以将来相交余度就没有什么影响 本来如果相交余度已经合适了 结果加了这个之后 因为加的很低 所以中平部分就下降了一点点 所以相交于没有太大的损失 但光这个还不行 因为你把它装到低频部分 我们再看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它对应着系统的中平 所以它中央平起源还是要下降的 这下降以后 那么增业创业频率不是像 就像左方移动了吗 那变小了 所以这个性能还是不好的 因此我们还在再进一步讨论一下 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对于中平的影响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也加个附加的增业 就是将来实际上我们不是使这样的一个曲线 就把这个曲线再抬高 比如说把这一点抬到这一点 那么这一来 原来系统的增业创业频率基本是不变的 而这个地方呢 引起的相交 负值很小 所以原来的相交余量基本是得到满足 那么它的附加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 就是你这个负值提高到这儿了 那么这样负值是不是也就提高到这儿了 那么这一来 低频的负值就增加了 所以实际上它的最大的作用 什么东西呢 就是它能够改善系统的稳态精度 智慧矫正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的阶段是 它增压了低频部分的辅持 从而改善了系统的稳态精度 所以智慧矫正和超前矫正 它的作用是不太一样的 超前矫正我们主要考虑到 它是如何来提高系统响应速度 怎么来改变它的相交余动 智慧矫正没有这方面的功能 因为它如果你初步考虑 或者是简单的考虑一下 总是认为它可能要智慧 然后它可能这个频率下降 因为它是智慧矫正 但是你适当处理了之后 也就是如果你给它一个附加的争议的话 将来就可能是它的第一频部分有很大的改善 现在我们看看极足标图 我们之所以要讨论极足标图 因为前面我们是这么讨论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这么讨论 看看有什么结果 它的图形跟超前矫正也正好相伴 超前矫正装置的图形是上半平面的版源 而这个呢是下半平面的一个版源 那你要把它图画出来也可以到一系列处去 我们也能算出一些公式出来 这个角度是小于人的 而且我们能够算出 就是它所产生的最大智慧矫和它的白杂质有什么关系 这个关系也是和前面的超前装置对应的 不过超前矫正装置我就是利用这个角度来改善系统的 而智慧矫正呢 我想完说法要避免这个角度 所以今晚有这个公式 有这个图形 对我们没什么用处 所以我们就不再讨论这个问题 而且将来也不再用这些公式来进行计算 因为这个角度是没有用的 我们就不再算它了 所以通过这个讨论就发现了 这个智慧矫正在做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改变它的稳带精度 就如果你用的好的时候 可以使它的地平增与大幅度的上升 做这样它的稳带精度就肯定有大幅度的改善 下面我们就讨论 就是怎么用根骨机方法来进行矫正 因为前面我们讨论它零几点布局的时候 没有看出它的好处了 就是它的让根骨机向右方移动 对系统性能影响是不好的 但是通过波动图我们知道了 它是能够让它的增益大幅度增加 所以现在我们用波动图 先设计的时候 那就看看了 就在波动图上 你怎么能够让增益增加 在工业里面有个控制器 叫做PIA控制器 就是比例积分控制器 在一般的工业系统里面用的非常多 它这部分就是个比例 那这部分呢 S分之一嘛 就相当于积分 所以它叫比例积分控制器 那如果写成我们常用的形式 那就是S加C除上S 它有一个零点在负ZC的地方 还有一个基点 今天在哪 今天在原点的位置上 所以这就是这个控制器的特点 那么它的零点布局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基点在这 原点 还有零点在这 所以它这个零基点的相对关系 和我们讲的之后矫正是差不多的 但如果是基点位置 它不一样 它正好在原点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把这部分叫做积分控制器 你比例部分是这部分吧 把这部分呢 叫做积分部分 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认为它能够改善系统的类型 把系统类型的本来是零型的 变成一型 那本来一型变成二型的 所以我们回想一下 系统类型的上限增加有什么好处 本来一个系统如果是零型系统 它可能不能跟踪节约输入 但你加了一个积分器 它就能够跟踪输入 那本来一型系统可能不能跟踪胁迫输入 你再加一个积分器 就能跟踪胁迫输入 所以从这个概念来讲 就系统类型增加 对它的稳态精度 是有一点帮助的 所以如果一个系统 包括前面 如果一个系统本来响应的比较快的话 那么这是我们加了一个之后 加了之后 当然系统响应速度就慢一点了 但是我们本来速度非常快 稍微慢一点点 可能那系统没什么明显 但是你加了一个积分器 它的稳态精度的提高 就变得比较明显了 所以我们认为 比例积分控制器的一个好处 就是它降低了它的稳态无差 但是它有缺点 这个缺点 第一个就取得于积分上的 因为这里是个纯积分的控制器 一个纯积分的控制器 跟一个纯微分控制器一样 都是不好做的 就是你做了一个很精心制作的一个控制器 你想把它做成纯积分 纯微分 或者你用的时候发现了 它只是在某一个频段之内 像一个纯积分 像一个纯微分 但一旦频率范围扩大了以后 它就不再是这个东西了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东西做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另外呢 它毕竟是加了一个很大的滋后脚 加了很大的滋后脚 所以系统的响应速度 一般来讲是会变慢的 好了 现在我们就想了 靠熟一下 就是这个积分控制器前 这个思路是对的 就是它能够改变它的稳态进度 那就这东西做不出来 那怎么办呢 它做不出来的原因 就是这个积分部做不出来 这个积分部你看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它有一个极点在原点地方 所以它的基本效果就是 你积定在原点的地方 我做不出来 所以如果你那么积定挪了 离开原点一点点 就可能做得出来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替代它的形式 所谓替代的形式 就把这个原点的积定挪一个地方 挪下去呢 让它离开原点一点点 好了 现在我们把积定位置 从这个原点挪到这儿来了 现在再来比较一下我们前面讲的 之后矫正装置 那这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之后矫正装置的零基点布局吗 好了 所以这就解释了 我们为什么用这样的矫正装置 关键是我们必须要加一个极点在这儿 尽管这个极点是我们不希望的 但是你必须加一个极点在这儿 否则你没法实现 你再控制起 好了 下面我们就解释解释 就是你这个知乎矫正能够改善文材精度 因为刚才我们的零几年布局的图上没看出来 所以下面我们就分析了 到底怎么在你这个极武器设计里面体现出来的 那么我们一个一型系统作为例子来进行讨论 一系统的标准的形式可以写成这个 因为这个看起来比较容易 像你算它的无差系数 你乘以S 然后让S等于0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KVP等于什么东西呢 就是S肯定消掉了 然后让所有的S都等于0 所以就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 这就是原来系统没有经过矫正的时候 它的静态速度无差系数 现在我们要做些改进 怎么呢 我们加一个之后矫正装置 现在把这个之后矫正装置加到系统里面去 然后看看它的静态速度无差系数有什么变化 所以现在就是看完传天数变成它了 那么这个传天数乘以S 再按S趋于0 就得到了矫正后它的静态速度无差系数 所以我们算出的结果呢是这样的 因为这项把S消掉了 然后S都等于0 所以得到这个式子 那么这一部分 看看 它这不是一样吗 所以前那一部分 正好是矫正前的静态速度无差系数 那么后头呢 就是一些比例系数 你看这算T T 那可以消掉了 这β和β也能消掉 所以实际上 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 就是KV乘KC 所以结论就是 你将来之后矫正以后 你的静态速度无差系数能够提高 提高多少呢 就取决于你这个控制装置 所取得增益是多少 也就取决于KC的大小 所以将来如果你能够把KC选的很大 那么它的稳内精度就会一定很大 但KC能不能随便选呢 也不太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KC跟零基点的位置有关系 而且跟你将来取得闭房诸多基点位置有关系 就你KC选择不合适的时候 即便你把滞货装置到零几年选择合适了 那么将来闭房诸多基点也不能满足要求 所以KC还是和一系列的因素有关系的 因此下面我们就要讨论了 KC怎么选择才能保证选择大 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怎么能够尽可能的大的选择这个KC 好 下面我们就看看怎么来选择这个KC 因为KC跟好多东西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必须从零基点的布局开始讨论去 看怎么选择这个基点和零点 假定说现在这个曲线就是没有角度系统的更轨基 那么这一段里面有一个主导基点 现在我们加一个之后 加一个之后 加一个之后跟过去向右方移动 闭房诸多基点就向右方跑了 但我不希望它跑得太大 你本来系统性能还可以满足要求 动态性能 然后你这个基点如果向右方移动的太多 就可能系统性能就不好 所以我们家之后矫正的时候 要避免闭房诸多基点有较大的移动 那假如说 举个极端情况 因为我选择治后矫正 0.7点就在一个位置 选择完全相同 就跟没加一样 既然没有加 那它的避幻逐多基点就不变 更估计也不变 但是不加是不行的 这两个不能一样 所以我们考虑它 别让它差太多 让它差一点点 让它差一点点 它采用到治后矫不就小了吗 所以更估计的移动就会变小 因为这个时候避幻逐多基点的移动也就会变小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方法 也就是我加了一个0.7点以后 这个更估计挪了一点点 一点不能是不可能的 挪了一点点 所以避幻逐多基点也动了一点点 但是我们认为这动的一点点不太大 不会影响系统的性能 那么这个图我们就画了一段更估计 也就是在避幻逐多基点附近的更估计是不怎么变的 但并不能保证所有的更估计都不变 特别是在这个0.7点附近的更估计 它还是要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那些变化都没关系 因为我们关心的是避幻逐多基点 而且最关心的就是这一段的更估计 那我们初步讨论就是 如果这个矫正装置的0.7点靠得很近的话 加了这一部分的更估计 就逐多基点附近的更估计是变化不大的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 这个PC跟ZC应该选的非常靠近 这样就可能更估计移动不大 不过刚才我们也说了 这更估计移动不大并不是所有的部分的更估计 主要还是避幻逐多基点附近的更估计移动不大 因为我们计算是根据它来进行的 所以这个阶段严格的讲就是让PC比较接近 ZC就保证在B环主导基点附近的更估计变化不大 这就够了 这就满足我们的要求了 因为我们就是希望B环主导基点不要变得太大了 好 那这个KC还没有联余起来的 所以我们还要讨论KC的关系 那讨论KC的关系 就需要用了辅持条件 所以下面我们用辅持条件讨论 看KC跟这个选择有什么关系 因为既然这个PC跟ZC比较接近 所以这个辅持近4等于1 我们可以有两个相当的长度基本相等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接着来讨论 现在利用辅持条件来进行讨论 那就是我们要求这个函数的辅持 那么这个函数辅持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有辅持 这个中间的KC比β也是个值 后面这部分也是一个值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这个形式 好 现在B环处到基点基本不变 所以这个B环处到基点 是满足矫正前的复制条件 满足矫正前的复制条件 也就是前面这个式字 它的母基本等于1 它肯定不等于 但是基本等于 差不了太多 那么后的一部分呢 因为我们这个临近点选择很近 所以基本也基本等于1 那么这一来我们坚实地可以写成 KC比β等于1 就等到这么关系 你将来选择的KC 它是有限制的 应该等于这个临近点的比值 等于β 不能随便选择 你想任意选的很高 将来提高它的KV 这不行 它受到临近点位置的约束的 所以我们说 如果你将来能够把KC选择跟β一样大的话 就能够保证B环主导节点基本不变 前面我们讨论就是这部分的钢骨基不变 现在我们讨论就是它能够保证B环主导节点的位置也变化不大 好了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图形来演示一下 我们可以用图形演示一下 这就是原来系统的钢骨基 这里面有一个节点 就是我们所希望的B环主导节点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让它变化的尽量小一点 当然我们也有一个条件了 就是你这个角度装置的零件基点是挨得很近的 所以这部分的钢骨基将来移动不大 当然我们也说了 这部分钢骨基移动不大 不等于说所有的钢都移动不大 但有些地方还是变化比较大的 好了 我们现在看看 现在就是我们所选择的某一对基点领域引起的效果 因为这个基点领域靠得很近 所以在这一部分跟5D移动不大 但其他部分它还是有移动的 特别是靠近你的角度装置0.7点附近的地方 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那如果你KC选择不等于白碳呢 不等于白碳的时间就是将来它的基点应该在这个红线上移动 根据KC的决定 所以将来你选择不同的KC的时候 不等于白碳的时候 它这个B环珠特的位置它是它变的 当然你就希望KC选择很大 KC选择很大不行 为什么呢 KC选择很大的时候 它B环珠特的已经跑到这儿了 那这位置也不见得好 那选择小 当然我们不希望 因为我们希望KC大 你看这个图 选择小的时候 B环珠特的已经跑到这儿了 这也不是那么好的位置 所以最好是在原来的附近 所以KC等于白碳 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到了两个阅速条件 第一个就是你这个智慧角度的零点几点的位置也靠得很近 同时KC还有很大 KC等于白碳 所以说这个白碳值也有很大 所以这就是我们对它的约损 也是白碳值比选的很大 这两个值零点几点也选的非常靠近 同时的比值还要再大 你自己想想这个零点应该往哪去 所以它这个位置基本给你一个限制了 如果说它们远离原点的话 这两个值远离原点再靠到一起 那么这两个值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白碳就不可能大 所以说既要它两个靠到一起 又要白碳值大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它们尽量的靠近原点 两个值都选的很小 两个值都选的很小 这才有可能这两个的比值变得非常大 一两只都很大就不大容易让比值大 一比值大角度就不对了 好 我们先讲到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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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